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消费 经过这十几年的变化和变迁 我们看到无论大的经济环境 经济周期 人们的储蓄率和购买力 以及人们想买的欲望和意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那么今天的消费呈现出一种怎样的趋势 怎样的现象 来 介绍各位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怎么看待现在消费发展的一个趋势 先用一个词来给一个直观的感受 平静 平静 对 我认为平静是一个我第一反应的一个词 那我觉得平静之下又暗流汹涌 来 田总 对一个反面期的 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 这个趋势是什么 我们逐层来分析 我们做了大量的功课 把现在整个的这个消费人群消费的偏好 大概分了六类 蹭老式消费 比如说抱老年团 抱社区客 吃老年食堂 跟着老年人消费少走五十年弯路 然后怀旧式消费 比如说Z世代 抢黄金 穿军大衣 拎烤洗手液 还有烧脑式消费 比如凑单达人 算各种折扣 把消费当成算术题 科研式消费 看成分表 看执行标准 关注自媒体 测试大V来指导消费 还有追随式消费 比如加裙 做死中粉 看熟人推荐 穿熟人的品牌 还有多巴胺式消费 就是为快乐买单 为情绪价值花钱 这基本上现在概括了这六类 两位吧 年轻的女士 你们属于哪种 双脑式消费 加上科研式消费 两个属于我的 现在主要的消费习惯吧 像老年人学习这种消费方式 我之前没有听过 但是我这次学习到了之后 可能以后也会效仿 感觉上还挺省钱的 然后这两个来看的话 在双脑式消费上 因为我自己个人 其实是对数学有好感的 虽然说我可能学的 也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呢 每次在购物的时候 也会给我一种 在解数学题的感觉 那当我解出了这套题 我也会获得 在购物之外 也会获得解题的快感 那么科研式消费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是一个 现在算是科研工作者 对于我来说 我看待这个世界方式 其实也是和科研 比较相近的一个 看待世界视角 所以说我会更容易去采信 这种通过了客观的 科学验证得出的结论 我认为比较能符合 我的这个描述 应该是科研式消费 和多巴胺式消费 为什么是科研式消费呢 因为我过去的 这个从业经历 包括可能人生阶段 也过了一个 就是追逐品牌的 这个阶段 那么我更看重的是 品牌之后 它这个产品本身的 这个产品力 那么它的产品力分为 比如说如果是衣服 它是到底是 什么样的材质 那么不同的材质 它里面还有 各种各样的细分类型 那么我希望 在我能够负担的范围内 我们买到最舒适 品质最好的 然后包括 那可能因为我有了孩子 那么孩子吃穿用度 尤其是要看 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分啊 然后尤其是 这个安全性啊 然后等等 因为现在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 这个宣传标题 往往都很这个诱人 但是你扒开成分表 有的时候就会发现 可能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所以这种工作呢 只有我们自己来做 也是我们为人父母的 一个责任 那么多巴胺式消费呢 在我很多时候的情况下 还是愿意为了 情绪价值买单的 这么多年的消费 我可能更多的 从一个显性消费啊 转到了隐性消费 我愿意把钱 花在更多 就是除去logo 或者说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呢 又能够给我 本人提供很好的 情绪价值 或者说是一个 珍贵的经历 比如说愿意花钱 去非洲 去做这个游链 然后呢 比如说 把金钱花在很多的 更高质量的 研学啊 或者说是游学啊 或者说是这样的 体验方式上 能够让我更好的 在工作中 有更多的动力 然后能够去 持续地进行产出 黄老师 一直都在研究消费 你一直在洞悉消费者 在不同时期 所发生的变化 如何看待这六类 这个概括 我其实刚才一直在想啊 两位美女消费者 肯定没有选 蹭老式消费 没有选怀旧式消费 特别是你们 没有选追随式消费 但我纯从 我研究消费的角度来看啊 我认为今天所有人的消费 大部分都是追随式的消费 但是会没有人承认自己 在做追随 我们之所选择一个品牌 一定是大众 或者是心中所向往的 那些idle们 对啊 去贴近这个品牌 我们选择一种赛道 哪怕是我们日常 可能从来没有用过的 一个单品 觉得很多人开始用了 我觉得是不是我要试一试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追随式消费 还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蹭老式消费 和怀旧式消费啊 我也剖析一下 我看到的这个背后的逻辑啊 我自己并不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开始怀旧了 我们要分析一下 这些怀旧的消费人群是谁 他们是七零后 对吧 他们在供给有限的时候 刚刚进入消费市场 他们的消费是最理性的 最直接的指向 需求的满足 特别是使用价值的满足的 所以我们认为 追随老年式的消费 并不是在回到传统 而是在选择一种 消费需求的满足的方式 对 我自己肯定不是多巴胺式的消费 因为我不消费 现在我比较快乐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 我们看待这些 纷繁复杂的消费现象 我是觉得背后 应该有一个 人们心理上 生活心理 文化心理的一个 变化的逻辑在里面 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田总 我们能看到 在整个消费现象背后 一定出现了变化 而这个变化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方向和动力 驱使你来选择回乡创业 并且开发你这个品类 我的祖辈 从曾祖 曾祖河那一代 就是我们当地 非常有名的一个铁匠 我就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发现了 有一个店里面 他也是 很多一些日本的一些首作家 用这个打铁的工艺 做了很多的一些 察觉发起一些艺术品 因为在我的这个认知里面 这个打铁 它只能是打这个农具 看到这一顿的时候 让我就是 肩负了我的这个认知 我还觉得就是 通过打铁这种方式 能够 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 能够做一些艺术品 当时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回到老家 把我们这边的 很多一些老师傅 给他这个集中在一起来 然后做一些就是 复活现代人这种 省备也好 省区域也好的一些东西 我就想到了 做这个实用的 主要是家家户户能用得着的东西 二就是铁锅 我就开始了 我的这个 算是打铁之路了 家家户户都用 然而它是有创意的 有设计的 且有品牌的 那这也是一种趋势 一个古老的工艺的新作 是的 这个变迁在您的观察当中 现在在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 第一种呢 我觉得确实是 我们认为叫后疫情时代之后 人们对生活本质的一次 回归和思考 第二个呢 我会觉得其实年轻人 特别是这一代年轻人 是成长于数字化的原生年轻人 对他们来看来 不存在信息的这种代差 所以其实他们不会被品牌 对消费理念所塑造出来的概念打动 因为他有自己非常清晰的生活主张 也有能够了解这个社会现实的 基本的工具和方法 当不再是用80后 70后 60后 90后 95后 Z时代 很难被定义 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来标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社会学家 三浦展 他提出来了一个理念 叫第四消费时代 他是说日本产业革命之后 至今的消费趋势分为四个时代 第一个消费时代 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的消费 第二个消费时代 是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中锋 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 势如破竹 第三个消费时代 是繁华与泡沫并存 物欲与欲望 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然而第四个消费时代 是人们开始不愿意为过高的品牌溢价去买单 而是形成了去品牌化 更为理性简约注重性价比 和追求消费体验的一种消费理念 这是他研究日本的一个情况 你们觉得中国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吗 国内的现有的情况 可能是比这个日本的这个产业专家看到的 他概括的日本的情况 可能更多样更复杂的 有一些是极简生活的年轻人 低欲望的年轻人 也依然有被各大平台所塑造出的 18岁提取保时捷 20岁身家过亿的这样的造福神话 或者说是特别浮华生活 所影响的年轻人 甚至还有一些年轻人 像全职二女问题 那么都存在 男君 很多人在追求更加理性 更加简约的消费方式 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渠道 可以帮助我们在获取信息的条件之下 其实我相信 每个人能够拥有选择的空间 实际上是更大了的 我刚才认真地想了想 我可能还是原桌上 比较认同这四部划分的阶段的 当然我想日本的学者 对日本经济的这种复数的原因 可能是跟中国消费阶段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中国消费 也的确经历了这四个过程 我觉得的确人们一开始 大部分人是谈不上消费这个词的 消费这个词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词 因为你在消费 你感觉是一种摆脱了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之上的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确是比较小众人群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但紧接着以家庭为单位呢 我很有功名 大家记得到就是当90年前后啊 其实整个房产价格开始有了苗头市场化的这种机制的上扬 然后所有人从原来的福利分房啊 开始进入到市场上去构建自己的房产一下就促动了家庭消费 其实家庭消费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房间感开的 我们关注彩电的尺寸 我们关注冰箱是否除霜啊 我们开始关注这个房间里面是不是能装上电话机能没有宽带展开了一系列的家庭消费 再到后面我印象很深刻 到了2017年的时候 真的会有一种鲜明的声音 说消费升级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这个词就是对于超过必须需求之外的这种价值性的诉求 我觉得就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吧 对 人们开始不愿意为过高的品牌一价买单 我觉得后面几个词 我唯一不认同的可能就是去品牌化 今天中国的消费时代并不是去品牌化 是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品牌 比如今天我们的IP化 我认为它是一种品牌化 对 目前讨论到这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这一个部分产生歧义了没有 就是我现在个人感觉是品牌和消费者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情感连接的 比如说他可能捐赠了一定的资金 或者说在某个社会事件的时候 他站出来了帮助我认为需要帮助这方发声了 我会跟它产生价值上的共鸣 在这些情感的连接之下 我因此在它上面进行消费 比如说像是我自己会比较倾向于一个化妆品的品牌 这个化妆品的品牌呢 它自身有非常多保护环境的 在环保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这个贡献我可能会愿意为它买单 因为我会感受到我在为它买单的同时 其实我也在捍卫我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就当你买彩妆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意品牌的这些行为 对 会在意的其实 我自己是一个大众点评VIP8 我之所以能做到大众点评VIP8 第一是我喜欢消费 第二我愿意去分享 那么你在这个点评的过程中 你就看到包括不同的餐厅 其实比如说同类的餐系都差不多 那可能是一个出来一个爆款 那好多餐厅都开始一夜之间 也都出来这样类似的爆款 对 但是你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是总喜欢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呢 其实有的时候除了这个刺激性消费 探险性消费 那我们人有的时候还会回归于什么呢 一个回归于一个自己 觉得舒适 觉得依赖 觉得放松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消费的热潮中 在这个变动的消费中 让我们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一种这个安心感 我觉得早些年我们信赖品牌 更多的是这个品牌本身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安全感和信任度 那么现在往新的这个消费时代转型 那么品牌往IP的转型过程中和人产生一个情感链接 它背后所蕴含的一种含义 它的一种认同 它的一种态度 一种责任 或者说它代表的构建的一种跟我们理想中的生活相似 相符合的这么一个愿景 我可能会单纯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粉色而去购买它 我也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我测评了之后 我发现它里面所含有的成分 比如说对我护肤的效果是最好的 又或者说它的奶粉成分对我的孩子健康成长是最好的 我因为这个去买 现在消费者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好糊弄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感觉是 就是这届消费者不好骗 这个钱挺难赚的 你没有满足我的需求 我就不买你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且直接的短兵相接 所以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这个话语权究竟在谁那儿 比如说田总说了 我在乎的是我的品质 是我的家人精神 无论如何我强调我的品质 但是我还是要找到我的用户 但是用户说了 我不想被你定义 我不要被你贴标签 今天我虽然看了它 但是我有信息减防 你不断地给我推送这些 然而我不是你给我定义的这样 消费者的诉求 它是要挣脱标签的 对 一般就是说 对自己特别有信心的企业 或者说特别创新的企业家 往往都认为 尤其是做那种 disruptive innovation 都会认为 消费者是由我来领导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是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到底要什么 但是作为每个消费者本身 我们本身都认为 我们做的就是一个 完全基于我们内心的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决策 很多情况下 肯定是我自己 有一个自发的一个原点 这个原点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在我们现在 基本生活物质 已经极端丰富的情况下 我很少是说 我缺一个什么东西 那往往就是说 我可能同类型的东西 我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品类 但这个本身我觉得 很有可能是 可能我们最近看了什么小说 看了什么影视剧 然后看了什么 就是说这个新的信息 我们被暗示了 被种草了 对 被种草了 被默默地种草了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为什么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短剧 然后大家会愿意 就是一个新品牌 还有包括一些大品牌 都愿意开始就是 就植入这些 我们原来看不上的小短剧 广告做的寸不及房 对 你根本 你当时看着 还会呵呵一下 而且这个种草太拙劣了 这个植入简直是太生硬了 怎么能 就是太二了 谁会为它买单呀 然后你过了一个月 默默地发现 自己在搜这件事情 就是你在那个时候 被强烈地暗示了 只不过说你的这个 反射弧可能有时候比较长 多年以前 我第一次听到 电视台里播这个 今年过节不熟利 连续播三遍的时候 我的DeFi跟你一样 哇 这个广告支出 太硬朗了 太拙面了 但是 对吧 它好像真的worker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话语权究竟在谁呢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首先 我今天是站在 我们屏幕前 所有的商家的立场上的 虽然那些消费者很执拗 他们有人说 我们在乎品牌 有人说 我们从来不追随时消费 当我们商家一定要门清 其实他们就是 在乎品牌的 对 但是在性价比面前 他们偶尔会放弃这个立场 对 刚才我们备课的时候 我说推荐给三位美女 几个白牌厂家 他们都很感兴趣 找我要链接 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情况 他们看起来没有被追随 实际上 他们深刻地 被大众媒体 社交网络所影响 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在小红书上 我们看到头部的博主 他的适用体验 你们觉得 你是在受品牌的追随呢 你还是在自己去发现 世间的美好 你们会认为 这个博主他应该是真的买了 真的在用 但其实也许是一次投放 对 对对吧 今天你刚才讲 你用化妆品说 我之所以买这种化妆品 并不是因为它的价格 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分 是因为这个企业的老板 他参与了一些 一些乡村 共同富裕的项目 这件事情本身 你生活在它所塑造的 内容体系之中 对 你们在每个直播间里 买的商品 那首先不是这个歌 那个姐 精挑细选的 首先是进了坑未飞 好吗 坑未飞的门槛 所以从老板的角度来讲 其实每一个老板 都是在低调默默的 历经图治的 但是我们看到消费者 无论我们怎么嘴硬 我们还是被消费主义套路了 并带了节奏 对吧 我们每一个企业都坚信 我们自己的产品是王牌 我们自己的设计卓越 但其实 一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 并不是消费者决定买不买你 是消费者决定你应该怎么变 小红书上有一个品牌 是做这个铜车的 就是妈妈六娃的这个铜车 他们当时呢 给自己的铜车 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移动大沙发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判断 他觉得移动大沙发 会让孩子感觉又舒服 妈妈会觉得 那肯定就是卖不掉嘛 没有共鸣 没有共情 然后呢 消费者不买单 后来呢 他想了很多名字 还不如把消费者叫到了跟前 他找了一些 有六娃体验的妈妈 一些意见领袖 所谓大卫 大卫 还有一些 真正的了解数据算法的人 他们就讨论很久 找了一个新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 蝴蝶六娃神器 为什么叫蝴蝶六娃神器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铜车展开之后 他有两个大的那个支架 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六娃嘛 像女性来说 我不是在去做苦哈哈的妈妈 宝妈 我其实是在 也是一种逛街 也是一种city walk 神器嘛 这个词就觉得 有自己的独特挂项 所以他改完名字之后呢 当然他还做了其他的动作 但最后呢 就很快成为了今年618 这个六娃 这个铜车的品类的第一 就是这个案例的背后 说的是什么 你对纷繁复杂的消费者的 这种认知能力 我觉得是一种差 你不要说我能够共情 我了解我所 我从事的行业 那是当年80年代 你可以有共情 因为你就出生在这个领域 但今天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 你的女儿在想什么 第二种呢 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 企业做经的时候 是有魄力 我认为今天说 有魄力 国感的企业家 是一个贬义词 是没有足够信息支撑的 决策者 才叫魄力和国感的企业家 那叫一枪孤勇 对 所以就是 你是不是有你做决策的依据 有你了解消费者 可触达消费者的通路 比如田董在 我当然我不是挑战田董 我今天在这样 活动的现场 我听到您和主持人 反复给我讲了 你们做锅的这种经历和意念的注入 但是如果今天我不在这个 今天这个会场 我可能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感人的故事 所以今天这个不是这个故事感人与否 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找到了这个时代 把感人的故事传递给目标市场的这种能力和渠道 如果他的那个化妆品的这个老板 他没有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 你是他的美妆的目标消费人 他讲给我听 我顶多会买他一个非常适的股票 对吧 讲给他听 他顶多会给你的铁子点赞 就是对精准目标人群采取精准打法 传递你自己的商业逻辑 我认为这是今天之声的关键 好 这个问题问田总 1000块钱的铁锅 您怎么找到您的精准用户 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我们的产品呢 不光要做出有这个烟火气 更要有人情味 我希望就是我做的锅 它不仅仅是锅 而是一种人间温暖 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放在这里就是 商家用户之间怎么能够有效链接 我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忠诚用户 但至少是一定时间内 在满足一定的基础条件下 他更倾向于选择你的用户 就成为了这个品牌主 或者说是这个企业主本身 要去学习和去要系统性的 他提了一个很关键的点 他认为没有消费者是持续忠诚的 对 我们怎么彼此找到彼此 让我知道你 认识你 了解你 认同你 并和你在一起 我用一个今年比较热的词 就是私欲这个词 对 来来讲讲这个事情 就是以前我们会认为 消费者都是过客 虽然老师 我们觉得人家是上帝 是上帝 我们觉得打个折就来 上帝是说给我们听 对 是为了捧我们 是为了捧我们 哄我们 上帝是为了哄你的 打折他们就来 不打折他们就走 我前些日子打折了 但我的对手打得折更狠 立刻就变心 这个建议四千的感觉 还是很强烈的 用户是流动的 我们团队用了个比喻 就像放牧一样 吃一波就赶走了 对 如果是流动的话 那么 你就永远疲于去捕捉用户 获得用户的新欢 对 但如果用户就是你的 你就会督促自己改善服务 从而让种子用户去裂变 但如果说我不断地去追新的用户 我就要去做投放 我就要追赶风潮 我就要是敢潮流 我要用价格刺激它 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思路 所有的投放是一次性的过路费 但是如果是私欲 你就会觉得在我自己的池子 在我自己的群里 我每天想跟他说三句话 我每句话都不是为了要交钱 我只会担心我说多了 别人会烦我 对吧 第一条就是 这是第一条 他能够节省过路费 第二条 是其实你的用户并不简简单单的 就是一个静态的人群 这一百个人 他们吃什么 喝什么 喜欢什么 所以追逐了你 比如说我公社社长 咱俩交流 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一百个人中 什么人喜欢我们真正的熟大锅 里面不存在他俩 肯定有我 对 那你就大概知道 原来我的锅的目标人群 并不是我所设想的消费达人 和在校女生 实际的市场告诉你了 是这样的中年男性 那么你的再投放策略 你的再运营策略 就以自己的私欲 作为最小的范本 去做扩大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呢 我刚才举了一个 连名字你都得为消费者变 所以在你的私欲群里 你会建立最短链接的反馈机制 这个群里觉得 你这个产品该换个包装 胜过你做市场调研 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是 你家楼下的一个 外面的老奶奶 她会在天冷的时候 给你的面里添一碗汤 在你熬夜加班的时候 到那里给你多加几块肉吃 在长期的这样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跟她 建立情感的连接 哪怕她的面 可能慢慢做的 没有隔壁的那个大叔 那么好吃 也可能价格相比 这些连锁快餐店 没有那么便宜 但是你仍旧愿意 为了她和你之间的 这个相互情感连接 而去她那里买面 而且你也可以跟她说 我今天的面想要软一点 你也不会不好意思 你会很放心大胆地跟她说 阿姨今天能不能给我 多加点面 今天面能不能煮软一点 今天不要放香菜 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 商家和用户之间 及时建立这种紧密的关系 确实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口碑 就靠身边人 熟人推荐的也很多 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 在深圳 这位川姐只做熟人生意 她每天都会和熟人电话沟通 她们的需求 自己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摆摊 在北京 清华与北大之间 火爆全网的鹅腿阿姨 微信群里总是热闹非凡 听说因为鹅腿有限 同学们需要先在群内接龙 阿姨每晚到校门口出摊 抢到的同学可以线下领取 在上海 复旦与上海财大之间 也有位被疯狂争抢的 鸡蛋灌顶阿姨 9个多月便拥有9个微信群 3000多名学生客户 近日在这一带出没的 唐葫芦叔叔也被同学捧红 同学们自发建起唐葫芦群 心疼书 书之后太忙 就不用去别的学校了 这样一条消息 在同济唐葫芦群刷屏 而财大这边则搬出专业技能 书财大帮你IPO 太饿了 太饿了 书医师 我觉得这确实是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看 我们如何去看待它 可能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上来说 可能不通的利益 你更像黄院长了 我先替你补这句 是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吃货 这种事情呢 去这20公里我也肯定能做出来 我原来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在疙瘩 那个时候为了就是 我很爱吃马来西亚菜 为了一道那个人当嘎里 特地坐三个小时 特别破的地铁 还要再换成小火车 去法拉盛去有一家 那个马来西亚菜打包 这个也是我能干得出来的事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一种 就是刚刚您说的这种案例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小标本 这是一个大数据 就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特例 如果说今天咱们探导的话题是 第四消费时代 我们刚才给它落了很多词 驱车那么远 大家翘首以待 就是对于品牌 对于ADO的那种眼中的那种期待感 所以它就是品牌 是的 第二句呢 我们刚才讲的是私欲 就是好的客户关系 第三点呢 不关大家讲 我认为认同你的 生意要做大 就要有更多的客户需求的分析 多元的消费需求 用数据方式更精准 最后一条 我认为最后最后 还要有临门一角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性价比的价格 所以我们今天从不同的维度 讨论了很多关于消费 似乎看到大家现在消费力 消费意愿都在下降 然而2024即将到来 如何能够让人们愿意消费 买得起买得到 且想买 各位认为建议是什么 请给一句话 先请蓝军吧 那肯定是想要有更高的工资 才能够有更好的消费 对 最实在 我赞同像这个蓝军说的 我们也是要提高 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本身的价值 生产力 竞争力 以获取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货币 也能够为市场创造更多的 对应的消费价值 非常好 田总 可能我作为商家来说呢 就是可能最重要的是 活下来 针对我们的产品呢 就是可能客战价比较高 那可能在零年的一个方向呢 可能也会做这个 产品的多元化 好 太好 看到这个田总的变化 来 如何把各个场域 玩转 玩活 玩到找到自己的那条方案 我觉得 这是我值得招 当然了 也是我们一才商学院的使命所在 太好了 其实我们看到 无论在哪一个维度之上 都是格局之上 皆为景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消费物 而这也就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期当中 奔向高质量发展 无论从供给侧 还是需求侧 所共同走的一条道路 然而 数字化的工具和趋势 恰好帮我们 拉近了彼此预见的距离 再次感谢各位精彩的讨论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再见